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加入XBO之前呢 我是在一个上市的跨国公司 是做finance的 什么原因让我跳出来呢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孩子啦 因为我是做finance 每次都是会蛮closing的 然后每次刚好closing的时候 我孩子我的龙峰他又生病 然后老板就可能有一些不是这样喜欢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瓶颈 然后在老公的介绍之下 他就觉得如果你这么努力在工作 这么负责任的一个人 如果你把你的时间跟你的努力 你放在一个对的平台 可能你得到的那个效果就会不一样 虽然我在那个公司已经做了差不多整十年 可能你是很难要跳出那个款款的 但是我是那种我一看到了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错 我决定了过后我就是move on 一进来这个公司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这么多年轻人 我年纪35岁我能不能够做 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啦 我会想说其实我一上来都是在比较专业的领域嘛 这样我就把我自己的专业带入来这边 可能我就看自己的优势嘛 这样可能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我在加入了应该一年多吧 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拿到了一个十大女企业家奖 我拿到一个这样的奖项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认同感 对我来讲说打工跟创业什么分别呢 就是在于价值嘛 打工的时候那个价值是老板订给你的 他觉得到你值4000块就4000块 但是在创业呢 你的价值是自己创造的 如果你想要赚更加多 这样你就自己去努力 其实我在SU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管理跟经营 家庭跟事业啊 我会经营到更加的精致 更加精进有条 更加会利用我自己的时间 是的 了 我会记得一个什么 没有 是 有